我們由頭可以先說一下含源這件事,何以會含源,以及含源的意義是什麼?Henry 你先說一說 Henry 首先我們現在說的水喉管是銅管,但是大家都知道銅管,或者任何銅製的產品就受過銅價影響 其實現在世界的銅價搶得很緊,因為大家都搞得很厲害的基建 Henry 我做過建材,我做過水喉,所以我完全知道 Henry 我的大購是全香港最大的水泵供應商 Henry 即是泵上天台的水泵,七成是我大購的公司做的 Henry 為了要節省那份成本,他們就要滲一些雜質進去那些銅製 這些雜質很多都是含源的原料 其實含源的水管不是不能用,通常是用在非飲用水,即是工業用後等等 但是在飲用水,其實本身應該是有很嚴格的限制 現在問題是什麼呢?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誣了水牛長 是你的折搏的問題,但水牛長說,其實折搏通常都是很高熱的情況之下 才會溶進水裡,因為其實折搏的東西很小 不會有很多含源的東西流出,這個是要很高溫度 但其實普通水只不過是常溫,很少會有這樣的情況 他估計就是那些水管,然後他當然就說,這些水管不是我訂的 第一,第二就是就算訂了原料回來,其實水務局或者承建商已經全部批准了 第三就是他其實不是安裝這些水管的,其實只是安裝到水箱 水箱去到用戶的水管其實不是他負責的 當然後來又反口又說,其實有些都是的 Anyway,其實這個水牛長有沒有問題,需不需要負責 但是成建商業水務局,他沒有理由第一,是會批准這些組件可以用到 第二就是沒有人用了之後,他可以經過到那些,就像Anthony剛才說的那些測試 第三就是,為什麼這些東西公開了之後,竟然是沒有人追究這些單位 而只是追究這個水喉帳 這個也是令人覺得很懷疑的 首先我解釋給大家聽,這個世界的人士 我們由石器時代,首先進化 就會有金銀器,因為金銀器 在天然裡,它生產出來是一種接近純的物質, 你將它打起來就可以了,金銅銀是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你一粒粒把它打起來,過濾了 然後我們 一進入有文明,就是所謂的銅器時代 因為銅,為什麼才用銅呢,Anthony 因為其實你那些器皿, 為什麼才有銅器時代,然後到銅器時代 銅不用合成,因為銅的熔點低, 銅的熔點低, 銅的熔點低,八百幾度, 但是銅的熔點這麼低,它就軟了, 於是銅是分為什麼銅呢,青銅黃銅, 青銅是什麼呢,青銅就是我們用開那些飲用的器皿, 青銅就是銅,加石, 和圓,它就把那個熔點 提高了,和硬度提高了,所以 可以加石或者加圓,青銅不是 青色的,青銅出來的時候是紅紅黃黃的, 擺到很舊,過了幾百年就變成青銅, 青銅是魚子,你明白嗎, 青銅就是銅源, 商代的皇帝,那些祖先, 那時候他們喝酒, 煮熱他們來喝,那些青銅 全部都是會中毒的, 其實結果很多瘋狂的, 你說歷史上最出名的, 銅源中毒的問題, 因子中毒, 其實這是歷史的說法, 首先第一件事, 譬如我們說很多古代帝王都是瘋狂的, 因為原中毒, 甚至甚至連秦始皇都有這樣的說法, 當然秦始皇就不是喝那些圓的同氣, 他覺得吃那些仙斑, 很多都是圓的單, 用重金屬, 另外有一個說法, 其實就是講古來馬, 即是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為什麼會衰亡呢, 其中有一個說法就是因為, 去到羅馬帝制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用銅鍋去煮食, 而用銅鍋煮食, 因為他們很少甜的食物, 他們要用甜的一些汁, 就要用很高熱去煮, 所以那些銅鍋在煎這些糖漿的時候, 就會滲了一些原質進去, 所以其實再加上其他東西就是, 譬如羅馬的水管也是用銅侯去做的, 這些銅侯也是有圓的成份, 結果現在就說, 查回羅馬帝國時期的遺體, 每個都含元量超標, 含元量超標是什麼問題呢, 首先第一就是成長的智力會下跌, 第二就是又跟成長的時候可能會畸形, 或者是他的身體的骨骼, 或者他的體格會比較弱, 他就說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羅馬人去到後期其實不能打仗, 所以就不停要請傭兵, 請盲族, 然後就因為這樣就滅國了, 當然這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論點, 但是羅馬人含元量偏高似乎這個是事實,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那些武士, 日本的武士, 他們也是中原毒, 結果弄得很低能, 結果是, 為什麼他們中原毒呢, 因為他們的貴族很喜歡用化妝品, 很多都是含元的, 其中一樣我記得就是黑齒, 日本的貴族很喜歡塗了自己的牙齒, 黑色, 而那些黑色的染料很多都是含元的, 那些牙齒, 那你也知道一定是吸收很多元, 那這個就是有一個說法, 就是我其實是不接受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那些賭幕的武士, 本身都是武士家, 但是他就說, 在幕末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武士, 就因為含元過多, 所以生的子女其實都是很殺弱, 結果就被人推翻了, 即是如果你想練金身不倒, 你就一路種原毒就可以了, 你知道嗎, 你那條絲是不會化的, 你種了很多原毒之後, 那些細菌是不能吃, 那些細菌會死掉, 那些是掘出來的, 百多年, 在納破倫時代去探北極, 就是因為吃的那些罐頭, 罐頭裡面有圓, 所以那條絲還是完整的, 是營養神經, 會癲癲的, 大家明白, 這個就是青銅, 黃銅是什麼呢, 黃銅就是銅加新, 而成,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帶黃色, 八銅就是銅加涅, 我們做銀仔那些,所以白銅 通常是假銀,什麼叫紫銅 或者紅銅呢,紫銅和紅銅就是純種的銅, 其實純的銅就是紫銅或者紅銅,就是純銅, 這個不准用圓, 這個規定已經是幾十年了,怎麼解釋會用銅呢, 第一,我先講到系統給你聽,我們是做水喉, 做花灑,每一件事都要測試過, 所有配件都要拿去水墓,吸印, 你明不明白,第一,你不能夠 吞圓這些東西,然後你就去 做一個試測,然後保證和這個東西完全一樣, 而且他不會漏水,所以那個原本就會 在水務局吸引那個人, 這個水喉象又怎麼樣呢, 我先講,水喉象, 這些系統是一個責任系統,這個水喉象 這麼老,很明顯,他只是負責一部分, 其他東西根本就是中國建築做的, 他是簽名,所以他是活該死的, 因為一定要有一級水喉象牌, 才能夠簽名, 他自己也要有責任去研發, 他有責任去研發, 你有責任去研發, 你當然,但是他當然是相信他大判, 他怎麼會不相信中國建築呢, 大家知不知道中國建築在香港建了多少樓, 一去到中國建築, 不是說水務局怕中國建築, 不是說他們怕不怕, 還是第二件事, 是不能夠說中國建築, 因為實在太嚴重了, 如果中國建築有問題, 太嚴重了, 我們沒有了幾年的樓宇供應, 你數一下他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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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只數了, 有成六十七個, 六十二個工程, 是他們在做的, 包括... 是幾百億, 沒有完成的, 是四百億, 工屋大部分是他的, 不單止公屋, 學校, 醫院, 宿舍, 綜合大樓, 居屋, 訓練中心, 全部都是中國建築搞的, 所以政府就是寧願以這個水喉象為軸心去查, Bad Wadadden就是找中國建築去... 因為一揭了之後, 真的不知道怎麼收貨, 是不知道怎麼收貨, 全香港都成功了, 你知不知道這個, 中國建築有問題, 怎樣收貨呢, 幾十棟, 幾十區的公屋, 都是他建的, 或者他正在建的, 當然, 我是沒有證據, 中國建築, 是中國海外的附屬公司, 如果現在, 坦白一點來說, 我是不相信, 是因為漢接點, 因為那個... 漢接點用了石頭銅的接合, 有緣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 是省不了多少錢, 漢接點所用的, 是少的, 你就是這樣燒融它, 擺麵, 而且都沒有什麼肉吃, 真真正正一定是水喉有事, 才會貪監, 我是沒有嘗試, 但是叫我去猜, 為什麼突然因啟程村有事呢, 就是因為原來是啟程村, 就開始使用預設檢, 我覺得必然是預設檢有事, 就是這樣, 你知不知道預設檢是怎樣的, 就是大陸做好一套, 直接運過香港人, 全都運過了, 但是之前, 他就是說, 以這個為理由, 其實政府也監測不到, 是不是以前那些水喉都是香港人呢, 以前我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我1999年說到現在的, 香港因為不肯救工人, 以前我們就打板, 就屈鋼筋, 然後呢, 就倒石屎下去, 就是這樣建樓的, 盯板紮鐵倒石屎, 由董建華開始, 就鼓勵你用預設檢, 就是不用那麼多工人, 預設檢是給你多些樓面尺, 全部在大陸開廠做, 做好來, 就燒汗, 好像搭積木那樣搭高, 你看到我們高鐵那些都是這樣建的, 是這樣建的, 就是那些預設檢是越來越多的, 就是你看到隧道, 那些船都是這樣, 分開三十個預設檢, 到時候都是裝陷的, 都是裝陷的, 原來由啟程村開始, 以前的預設檢, 都還是這些PFAP, 我們所謂的PFAP的, 就是櫻泥石屎的板, 就是將那些鋼筋, 到時候燒刊就行了, 不是, 是將那些水喉, 貼在那些水喉, 在那些水喉裡面, 即是它交收的時候, 已經貼在那裡, 即是一棵棵牆裡面, 已經燒了水喉, 即是燒了水喉在那裡, 盆了水喉在那裡, 那來到接上去, 接上水喉的位置就行了, 連水喉都省了, 就不用來香港, 再做水喉, 再收水喉, 這樣是不是快一點, 但要檢驗也難一點, 我不喜歡陰謀論, 但我就是以小人之心, 讀君子之福, 你和大陸那些人說, 銅檢在水喉裡面, 那個水喉是傷了在石屎裡面, 沒有能夠檢驗, 就算你給竹銅喉, 他也會換你了, 你回來也驗了, 就算中國建築不是偷工減料, 在大陸什麼都做不出來, 那開頭驗不到, 就是因為原子還沒開始滲出來, 還騙到你一段, 但你去到兩年後, 可能裡面的物質開始, 或是揮發出來, 就開始有原子的出現, 這些東西當然有人作弊, 那ICAC可能要查, 這個是防署不能夠不帶驚, 你知道嗎? 怎樣去搞啊, 是不是要拆了, 搞到香港三年公屋, 無緣無故供應, 驗回以前的那些, 拆了那些場, 現在建的那些, 再由頭檢驗過, 對呀, 首先第一件事, 那些全部都陷在那裡, 要鑿穿牆壁, 才換到水管, 這是大條件, 第二就是, 現在運來的那些組件, 起到一半, 那些仆街全部都不能用, 從事檢驗過, 那些全部都不能用, 全部都不能夠檢驗過, 就是無故要怎麼做, 這個問題是, 這次都是大條件, 他給你驗的那些, 是沒有事的, 等於以前香港驗鷹泥, 你知道嗎? 即是他選給你驗的, 你去打石屎槍, 其實你跟那個工程師合作, 他叫你打那裡, 就夠鷹泥和石, 你打第二道就不能夠, 你驗那裡就夠, 你知道嗎? 尤其是早兩年, 現在跌多少才可以的, 現在就跌得很厲害, 銅價, 但之前是升得很厲害, 因為全世界都在搶建築材, 他建的時候, 銅價建得很厲害, 現在銅價跌了一半, 這個怎樣算呢? 他建了多少棟屋, 他的總統屋, 現在是62個建築項目, 62個建築項目, 大條王, 從2008年開始, 只有公屋, 只有公屋, 一條屋村計算, 是二十幾條屋村, 建築項目, 是一出事, 就是整個屋村出事, 沒有理由一棟有事, 他扔平均組件, 都是建同一個村, 然後居屋, 所有居屋都是建築項目, 屋屋又在建十幾棟, 十幾棟,